這間叫Huge Chocolate 就是Adelaide最古老歷史悠久的朱古力店 但說到歷史悠久的東西 不得不提就是這款朱古力豆 樣子很像麥堤 裡面其實是乾果 更重要的是這間朱古力店 所有用的朱古力豆都是來自公平貿易 確保你買的朱古力 不是透過剝削任何人得回來 所以都值得支持 如果走到軌跡的時候 周圍也有椅子可以坐下來 又沒甚麼人 很舒服 這麼巧在市中心這裡 有藝術博物館 後面有歷史博物館 公共圖書館 全部都是免費入場 可以隨時進去看 來到Adelaide 你說去吃東西 人們多數都會問你 是否去Gundell Street 我現在就在Gundell Street 這裡有很多很漂亮的餐廳 Cafe 就像這一間 外面有Local Brands 有名店 順帶一提 這裡的人很有趣 他們叫酒吧 不單叫Pub 亦叫Hotel 所以人們說 和你去Hotel 不要搞錯了 可能帶你去喝酒而已 我們現在來到市中心 一個商場這裡 到底我們會做甚麼呢 不過首先 我先簽了生死狀 好 我們出發了 現在我們就進入一個暗暗的小巷 在1903年有個男人殺了他老婆 然後在這裡罵鬼 於是他們就封了這棵牆 這個商場在1850年已經開設了 有三宗死亡事件在這個商場裡發生 不過在1850年 喂 百多年三個人在這裡死 其實也很好笑 這個Tour最吊鬼的地方 就是有這個商場的保安員參與 因為保安員就說在這個商場裡 遇到很多猛鬼的情況 其實香港商場都可以想想這些方法 不錯 我現在就要到這個商場 傳說中最猛鬼的地爐那裡 現在真的有點害怕了 怎會想到在這個商場下面 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有一個樓梯 現在我們要參加者 每人站在一個角落頭上 然後把所有燈關掉 然後不發出任何聲音 兩分鐘 看看這兩分鐘 我們能否感受到一些出事的感覺 好 關燈了 剛剛兩分鐘的沉默 雖然沒有甚麼發生 但其實真的很害怕 這裡是Handorf第一間小學 1857年已經建好了 現在就變成了Museum Gallery Museum Gallery 裡面有間很漂亮的 souvenir shop 賣的全部都是南澳洲的藝人 尤其是Handorf附近藝人 做的工藝品 在Ederley向北開車一個小時 來到Barosa 這裡的酒莊有很多活動 可以讓大家 walk in 可以做 wine tasting 再專業一點可以做一些 master class cooking class 熱氣球 直升機 還有五星級酒店 有很多漂亮的餐廳 大家可以直接上網訂購 不過甚麼時候來是最好呢 我覺得2月至4月來是最好 為甚麼 因為葡萄成熟時 就是2月至4月 到時就可以立刻站來試一下 我現在來到一個比較大牌子的酒莊 這裡有免費的單車提供 可以讓大家踩 來到這個Barosa 自己開車都挺累的 想找一個導遊 又想玩得特別一點 我今天找了Tony來 這些車其實很多本地人來到會搭 可以選擇半天的團 就可以去四個酒莊 如果你去全天的團 還包含午餐和晚餐 這裡是整個澳洲最歷史悠久的酒莊 1981和1881的分別 你看到嗎 它簡直是好像蜜糖一樣 掛在杯子上 來到Adelaide的郊區 有一個很多人會來的地方 叫Adelaide Hill 這裡有很漂亮的自然環境 好了 現在正在上山 其實我有時覺得 我這些180磅的人 騎馬對他們很辛苦 他們吃早餐 不好意思 要你這麼早開工 在Adelaide Hill 周圍都有野生的動物 他們說野生的袋鼠 是周圍都會見到的 還有一隻野生的臘腸狗 你看那裡 今天來到亞德萊德的 Central Market 這個Market有超過150年歷史 在我身邊有Mark 他是南澳的飲食達人 今天會帶我們走走這個Market 這間專門購買Cangaroo Island的產品 有兩個東西我覺得必然推介 一個就是他們的蜜糖 這個蜜糖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採集蜜糖的蜜蜂 原本是來自意大利 他們跟著船就去了Cangaroo Island 成為了那裡唯一的品種 但同時意大利的蜜蜂 就絕了種 所以全世界只有Cangaroo Island 是生產了這隻蜂蜜 很棒的 另外就是他們的蜜蜂 他們這一種酒是來自當地的野花採集 然後再經過蒸餾 變成他們的蜜蜂酒 喝完是很棒的 有很多花香在裡面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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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朋友叫Molly 一隻蜜蜂一天就用四小時吃東西 用十九至二十小時睡覺 所以他平時都是懶弱弱的 真的很好摸 很好摸 想探索更多澳洲城市資訊 繼續留意主播帶你由澳洲 我不用待再説 我給你一 Horse 我給你一羈 就好了 我給你一羈 我給你一羈